一起跌雷 来 三颗雷 第一颗雷 第二颗雷都捏远了 给我砸 第三颗雷炸到了一点血 第四颗雷扔得满来 这个斐的雷好准啊 BBQ Fish 但是近点Loki还是一个人打倒了两个 近点的人没有顶住 这波有好伤啊 SMS被远点一直被抽啊 这边的话只剩下Loki最后一个有胜力量 看后续有没有雷获得进攻性道具了 但是SMS还有没有雷呢 这个头不能让他们扶啊 好 补了一个 扶起来了一个 Under一丝血 哇 这波SMS是真的很伤 因为头两颗雷 这个丢的有一点远了 是给这个DK的一点缓解的时间 知道近点大坑的人在什么位置 然后Loki凭借自己个人的操作 然后近点打了两个 缓解了一波大的压力啊 对 但是前两个的话只有SMS了 选择还在后点位 现在就有点僵硬了 没有投掷物的进攻 是很难再破点了 现在这几年也是找到了TMA的选手 TMA在那个大坑竞选已经是非常的难了 所以说还不如直接选择近点打一波啊 不扎了 近点打过换波分 近点许生也是被换神给清到 就剩下雅皮了 雅皮一个人的位置也是被找到了 全面就剩一枪的血 雅皮在打药 这个毒已经逼近了 四圈的毒已经扛不住了 这样往前走 牛海比的三个人马 就要到脸上了 近点 看到了三倍镜的压枪 啊 还是被直接收走啊 这个距离 牛海比用三倍镜 那真的值得的 那SMS还是自己过来踩了一波啊 跟他的队友玄子 把DK两个人给惊掉了 结果还是非常的nice 知道不能让他继续当邻居了 对 在另外一侧的话 DET这边也要处理屁股后面的RBS 还有一个人12月 他现在也是扛受着阶段4的篮拳伤害 17也是近年打了Tossi Tossi自己一个人断后的被看到了 队友已经都撤到了教堂 他自己一个人太贪了 被17的人直接给清出来了 他过去是怕17 头不是很多 因为他那个地形是比较低 人头不是很多 但是排名分 可能这把要多吃一点啊 尽量保证自己是满天的情况下 去奔着吃鸡的方向走 是 好 这边17的话看了一下 这个圈形已经走了 但是感觉惊讶 这个位置 17还得继续卡一手啊 17这个位置 大爆 然后当做一个延起 两个车直接是跌到了一起 这个延起就稍微高一点了 这感觉像是一个吉普车的高度了 是的 DDT也是全边没有圈形了 要扎一波 可能是要选择扎 电影毕子不惯着你 直接揍你 进点顶到了大坑 直到脚底下 是有SMS在丢火 投注直接是顶到了一波 但是巨幅呢 是把高星给打倒 然后远点 New Happy的南南也把血魔给抽倒了 一下进点 SMS又踩上来了 DDT就剩一个人了 61自己一个人的那个位置是比较独立的 但是马路对面还有New Happy的位置 踩得非常难受啊 DDT实在是没有没有办法选择了呀 被假死了 被活活的假死啊 被三方蚕食啊 真的是被三方蚕食 太难受了 他这个位置就是落了一个很尴尬的劲底 是的 那New Happy的话主控了东边的这一条公路 而另外则六一直接下来跟巨幅进行一波battle 康航进点要跟六一battle了 这个六一没办法了 被隔壁的张大哲啊 首任前队友啊 这波是没有办法 因为六一的那个位置也是 如果队友没死 他那个位置可能才会活 队友死了他那个位置是一定会被清的 对 现在我们看偏了一点 那田马仍然是载圈 包括I7的这个三方 I7 对 I7 十七的话也是一步进圈啊 是的 但是现在实际的重要目的就是把JL卡到死啊 因为JL背后还有New Happy呢 New Happy也会给他们一定的压力 张大哲这波非常的难受啊 上去就要被GHD的抽把 但是GHD一直在被原点的New Happy点啊 FAP是被点倒了 手里串了一颗雷 DISGUSTING就剩自己一个人了 张大哲炸雷补掉 一颗低炮雷 不 啊 CC也是没办法了 因为前一颗雷跟后一颗雷的这个时间是很相近的 它的 基本上是听不到的啊 嗯 而另外一个JL的话也跟 直接撞了17这边那个进点位 17兽 金箭的迷你 EK雷丢过来 已经是不好操作了 因为这个厕所比较局限啊 嗯 JL的队友还能服 四个人甚至都能服起来 17 啊 还是被一颗雷 被ROA的雷 直接给 带走了 没有办法 因为小北这个 操作这个位置 对的 但是他前面那锅动手 没有表战人 他自己的压力就会特别大 他这个点掉了 基本上 既然就是随便推这个厕所位了 是 但是金箭居然能打完这波团 还保持了一个四人满边 但是这辆车的话已经冒烟了 看他接下来要去的一个点位 不撞这个房区吗 应该是要撞这个三房了吧 你不撞这个三房吧 哎呀 不撞这个房区真的没地方待了 还要去哪里呀大哥 我感觉他像一个物资车你知道吗 好 现在又送到了天霸的脸前 这个车也要炸了 这个车一炸 两个人直接就要死 好 剩下的两分是被 崔记忆跟林树带走啊 淘汰的比车还快 这个时代的没办法的 应该果断一点 就直接撞房区了 反正横树都是死 还不足夺一下 是的 近年牛海皮也是 从马来对面开车下来 准备要打巨斧 巨斧已经倒了一个队友了 好好自己人 能不能顶住三位的鱼的 还是没有办法呀 牛海皮满边队两个人 一辆车 直接骑下来 就给你杀了 一点办法都没有 是的 感觉像他打RANK 是的 牛海皮近年也是不在圈 还是要往前移动一下 那么下一波会不会撞一波房区呢 我感觉他大概率是要撞的 AZ把A7打倒了一个 这是个讯息 牛海皮有没有机会撞房区呢 一架三冲 还说在圈边架一波车 哎呦 换神是把男的不小心给撞倒了 擦了一下 不小心这个崴到脚了 对的 拧了一下 拧了 开始找前面的位置 发现左边有很多车阵 左边的斜坡还是可以呆一波了 并没有选择呆 换神自己一个人想顶AZ的房区 AZ这个三房要遭中了 换神的话已经是拉扯到了 整个三房的一个右侧位 而且没有被放下来 而且楠楠是被远点的崔七一给打倒 近点一个人顶到了队友 在这个房区操作了 嗯 你现在牛海比整体领选 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换神自己一个人 跳到空中 跳到围墙揍你 升球发子弹 外场还有一个人 一边 一边peak的一边走位 再熬一下 AZ偷了一个可乐 I7又少了一个人 牛海比生下的队友 一开张的车 准备要撞三房 这波知道不撞三房 可能是没有圈量呆了 赶紧过来帮近点的换神队友 感觉这场比赛 天霸有机会的呀 因为这边 换神近点知道 Henry就在近点 Henry打了个坏坏 然后也被换神补枪补掉 补枪非常的快啊 天霸这边也是闻风而来 知道你房区在打架了 我也要马上切这个三房 不切这个三房 外场没有地方能呆了 这个烟被自己的 队友的头顶了一下 风刀 实在是太大了 他又要看天霸 又要看那个换神的毒狼 实在是太难操作了 艾奇说 你们先打 怎么样 你们先打 不要管我 今天又是JoyingJ 被换神爆头了 换神的枪杆实在是太好了 南南准备拿雷去补这颗头 因为不知道I7的 身外一个队友在哪里 但是我们从上帝角来看 对 只能自求多福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一旦JoyingJ 这个位置 一旦流血流掉了之后 牛海比大致可以判断 艾奇是一个分裁了 是的 至少那个人 是不在这一桩高楼里面的 对的 好 现在场上的话 两个满面队 是牛海比和天霸 艾奇只剩下最后一个独狼 是的 他一个位置能打四个人 对 他这个位置 如果击倒效率比较高的话 感觉这场比赛 牛海比吃鸡是有概率的 但是这个时候 天霸 啊 南南是直接炸到了零术 五点换神 那是偷人被发现了 被唐地铁打了一枪 就解决不掉啊 他不想死 他就根本死不了啊 AZA在扶人了 把黎叔给扶起来 南南这边的话 吃到了小崔的一个枪 直接是被爆头击倒 但是近点还有机会再扶一手 蓝圈已经来了呀 留给牛海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天霸这一边的站位 很容易吃到这个雷火的道具 是的 小心一点了呀 7 转发到一楼 近点 直到后点在打药 小崔 一个人先突破了两个人 妹妹也要翻下来拿头了 再不下去 可能就要吃毒 堵死了 四打二打一 目前天霸还是保持了一个满边 顶到黄圈的一个近点 不给你任何的一个机会 换成还在高的位置 不断输出 打了一枪头 小桃又是被放倒了 哇呦 明明这个位置没办法了 换神扔一颗闪 是不是要跳龙 直接喷一波 有机会 但是已经被小崔给发现了 小崔 没了 小崔这一分是被妹妹给K掉了 一打一打二 妹妹也掉下来了 拿了盆子 686一枪没死 提前枪 这边 哇 这波New Happy吃 吃到了最后一头 恭喜New Happy 这场比赛 居然他可以吃鸡 换神这个位置 真的就是太关键了 哇塞 他这个位置真的是不想死 他真的死不了 好